事隔20年鋼彈Seed電影版預告終於推出 角色們的故事得以推進 黃終於反思自己的行為 新的自由鋼彈竟然還會變形?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g 鋼彈Seed的電影版事隔20年終於是即將上映 不管我之前對劇情的邏輯漏洞有多麼的不爽 我還是非常喜歡Seed系列的 記憶體跟人物無論好壞都非常有個人魅力 很奇怪吧?一方面覺得劇情亂七八糟 一方面又真的很喜歡他的人物跟機體 我的玩具收藏裡大部分都是Seed的機體 在各種機器人大戰或者G世代的遊戲裡 也一定是把他們練滿 可以說我對他們有著非常複雜的情感 喜歡絕對大過討厭 Seed在當年算是救起了鋼彈這個品牌的IP 美型的人物設計、超魄力的機體造型 以及實質是八點檔的劇情 創下了各種商業佳績 許多動畫作品是叫好不叫做 評價高但商業價值平平 而Seed反而是一部人人罵但總會讓你心甘情願買玩具的系列 2023年現在都還是有不少Seed的戲機體上架 不難看出他的人氣之高 喜好評價都是很主觀的東西 只有數字是完全客觀的 我覺得Seed的系列很猛的一個部分是 不管20年內有多少爭議 即便後來追加了一堆毀人色的情節 什麼終端機、什麼盜竊軍火、黃一騎設計無限正義 阿斯蘭、卡加里CP確定拆火甚至搞了一整個外傳星石在置黑歐普 無論發生什麼Seed的人氣都還是超高 即便如此Seed仍然在播放之後 因為劇本難產還有很多內部因素 透過了電影版的製作黃金時間 但在兩年前官方正式宣布推出Seed的電影版 表示已經在製作中 引起了超多人討論 通常電影或者動畫的製作方都會簽署保密條款等等的緣故 Seed的電影版從此占無消息 甚至很多人都以為又要暫停製作 但在前幾個月則正式確定 將在2024年1月26日正式上映 福田也在推特說過 這幾年來因為新增太多設定要重整故事設定 以後的設定皆以劇場版為準 等於講明白我就是會吃書 有些東西改的真蠻奇怪的 比如說真飛鳥在第一話幫內媒撿的東西是手機形狀的玩具 啊? 不管怎麼說電影版Seed在一年前左右 才正式定名為Seed Freedom 劇情延續Seed Destiny的結局 在擊倒翼長之後 世界真的沒有變得更好 凡是跟外傳講的一樣 戰亂不斷 先來看看PVE的內容 一開始隨從有個人 這會連結到PVE2的部分 Seed Destiny中 真飛鳥對戰爭的反思是 不管花開的多美 人類都會親手把他們摧毀 花在這裡的意思是和平 而黃在最後一集對失去一切的真說 不管人們把花摧毀幾次 我們都會繼續種花 真聽完之後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決定加入黃一行人 一起守護現在的世界和平 然後在這個劇場版預告直接跟你說 花又沒了 象徵和平從來都沒有到來過 配上手繪的戰損吉恩 看得出Seed的世界觀狀況是真的很不好 擊殺異長之後 拉克斯等人也真的沒有 處理自然人跟調整者戰爭的實際策略 這邊的戰鬥畫面非常有意思的是採用CG演出 福田曾經說過 這次的劇場版會用不少的CG 這是因為現在機器人動畫視為的緣故 會畫機器人的人才越來越少 只能做出這樣子的退讓 另外有很多觀眾很疑惑 到底福田導演做的3D動畫戰鬥會長怎麼樣? 其實這邊有一個不錯的範例可以給大家驗收 在幾年前脈衝鋼彈推出MG版本的時候 福田有特地下來為了這台機體製作一個Seed Destiny的動畫 是手繪配上CG的宣傳片叫做Face Impulse 我個人看過感覺是非常的好 如果Seed的電影版會用這種方式重現 那我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再來畫面上看得到許久不見的黃跟拉克斯對視 拉克斯對黃說了什麼讓黃異常動搖 接下來就是許多人非常震撼 在網路上討論超大的超厚純拉克斯 哇這次拉克斯的嘴唇真的變超級厚 以前是長這樣欸 那無論我說她是什麼粉紅妖女什麼的 我都還是很認同拉克斯是一個很好看的角色 而且還不是拉克斯一個人變成超厚純美女 而是所有的女角都變成超厚純美女 卡加里、露娜、美玲通通都是超厚純美女 看得是有一點點不習慣 那總之回到PV內容 來到兩個人彈劾的畫面 左邊的角色看袖子可以推測出是拉克斯 但在右邊的並不是黃 因為ZEVS的制服跟Compass的制服都不是這樣 那這裡我要逆風一下 雖然人物設定化確實怪怪的 但正幕的拉克斯還蠻好看的 PVE的最後可以看到黃 穿著新的Compass駕駛服登場 機體目前不明但駕駛艙升級成全景駕駛艙 畫面上則有大量的單字 左邊是Coordinator 調整者的意思 右邊則是Kira 也就是黃 右下角有Compass 我剛剛就不斷提到的Compass 是這次新登場的主角組織 那下一幕一閃而過的ZEVS也就是雜夫特 更下一幕左邊的字幕是Natural 意思是自然人 右下則有Foundation的字幕 Foundation的意思是基礎 目前沒有任何關於Foundation的情報 最後一閃而過的畫面就是兩年後的黃跟拉克斯 PVE釋出的東西僅有角色設定 可以說是看了一個預告如同看了一個預告 好像透露了很多卻有什麼都不知道的感覺 但沒有關係 通常電影作品第一個預告都會被當作Teaser 也就是挑人胃口用的錢菜 後面才是重點 而後面的PVE則慢慢有釋出更多的內容 剛剛提到拉克斯變成瘋唇 但這個現象不僅止於他 PVE2中可以看到幾乎所有女性角色都變成超級瘋唇 臥蠶也超大 人物設定改變我們待會會來談 但PVE2就相對有更多的劇情想像空間 錄影了第一個PVE水中的畫面 帶到一個長髮人 從身形可以推測 他是男的所以不是時代啦 下一幕黃竟然開始檢討起自己的行為 表示他們什麼都保護不了 勞哥 上次戰爭你才信誌淡淡的說我會戰鬥 過了一年就變成瘦弱的柴權好像有點太早了 且拉克斯更補了一句黃太過溫柔 這個預告中我們也可以虧見這次的戰鬥設計 也許是因為長期戰爭導致科技停滯 也可能是因為有某種條約限制了機體的開發 大家只能用老機體開扁 在戰爭畫面中還能看到以前的老機體 很懷念 一邊用基恩也就算了 地球聯合軍用的是毀滅鋼彈105任威達 簡直歷史博物館 後面來到卡家裡說 什麼事情都是一體兩面 意思是再怎麼樣光明總會有黑暗面 這邊不知道是在指黃還是歐普這個國家 因為前陣子有一部Seed的外傳作品Eclipse 連載內容就講到 歐普這個國家不僅沒有很乾淨 甚至是到了非常不妙的程度 開發了核能機跟核彈打算攻擊 有可能危害到歐普利益的國家 甚至把自由鋼彈的科技逆向攻城掉 到底什麼是太過強大的力量會招來紛爭啊 那也許卡家裡在Seed Destiny結束之後 也有知道這些訊息也說不一定 那最大的新聞 卡家裡的聲優換人了 從鏡騰上美小姐換成了Mori Nanako小姐 這個換角意義非常重大 鏡騰上美小姐並沒有從聲優業界退休 突然不配卡家裡 網路上有各種聲音 這幾年傳出的製作方和聲優不合這種消息 其實算是一種陰謀論 最合理的反而是擋棋喬布龍 那在卡家裡旁邊的是Toya Mashima 目前他還沒有正式翻譯 先叫他徵倒Toye 他在人物設定上投真的是超級大 很奇怪的比例 畫面來到了Foundation的基地 這裡超像蘆霧修什麼的世界觀 看得到拉克斯等人向對面的蘿莉低頭請安 這個商導法子配的新角色 不知道是有多強可以混在這個部隊裡面 那完全是題外話 但真在這幕非常非常搶戲 拉克斯在政治上是會低頭的 可以理解畢竟他也是一個懂政治的人 但連黃這種自由自在的帥臉都低頭就很奇怪了 目前想不到為什麼這群理論上拳頭最大的人 還需要跟他低頭 偏偏真在這裡面是絕不低頭的 以為在Sid Destiny結局之後他會變得比較圓滑 結果他還是保持一個老樣子 只要自己不認同的人絕對不會給他好臉色 阿斯蘭表示這我很懂 那後面畫面也能夠看到針對某個人熱血開嗆 說我們到底要持續這種事到什麼時候 應該是對遙遙無奇的終結戰爭感到枉然 雖然真看起來態度總是很差 但身為戰爭難民的他比誰都還要討厭戰爭 以前他戰鬥的目的就是想要終結戰爭 他不是說好你們來主導政權就會終結戰爭嗎? 怎麼上位之後還是天天在打架? 那露姆娜這裡看起來比前座老超多 到底是臥殘還是黑眼圈? 畫面來到大家都很在意的阿斯蘭 他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加入Compass 是獨立行動做特務 不排除又跑回去OP的可能性 只有阿斯蘭跟大家服裝都不同 登場畫面、氛圍也完全不一致 最後有一個疑似拉克斯的人物在回顧議長的資料 PV釋出的劇情看起來 王等人在上次把議長幹爆之後 事件沒有變得更好,反而是戰爭不斷 為了維持治安,主角團只能組織 新部隊Compass到處介入 不僅徵受不了五指鏡的戰爭 王看起來也是有點厭煩了 當然不排除新的反派跟議長有什麼關聯 不然拉克斯重新審視資料就變得很沒有意義 這裡新女角阿根捏斯的裝真的很濃 看起來他沒有駕駛全景駕駛艙機 能預測他駕駛的應該是新的量產機 而非特機 預告最後幾個畫面 是拉克斯等人在PLAN最高評議會開會 就算他不是最高官 他也確實是高級官員了 畫面來到看是在夢境的札富特白衣黃 下螢幕是來到看起來暴走殺紅眼的黃 很多人在討論這螢幕是不是表示黃會黑化 坦白講我覺得不一定 這可能只是厭倦戰鬥的黃心中的想像 預告的結尾可以看到一群人在阻止黃 這部分的剪接真相應該不是黃壓起來扁人 而是他有可能為了什麼目標需要自爆或者自毀 眾人只是想阻止他犧牲 那預告內容聊完了 集體我們放最後來講 那我們先講講人物設計吧 吐槽點真的超多 第一印象就是 除了幾個角色比較正常以外 怎麼每個人都頭大聲小 而且手腳嚴重萎縮 阿斯蘭到底對美玲做了什麼 才可以讓他從雙馬尾小公主突然變成大神 這不是完全想不透的 女角色更是全變厚嘴唇 這比起人設施的喜好 更像是作品製作方的要求 因為瓶頸酒師近期設計的蒼雄之戰神 人物就不是長這樣 這次官方網站公開的角色 大部分都隸屬於Compass 意思是指南針 我們推測它是新的組織或者武裝部隊 衣服上指針的意境就是指南針的意思 終於來到機體的資訊 但在進入機體資訊之前 你們知道Seed最知名的兩台機體嗎? 沒錯那就是自由與正義這兩台鋼彈 鋼彈Seed與FX Creations合作聯名 推出以自由鋼彈還有正義鋼彈 為原型設計的日常用產品系列 不僅有卡夾錢包 可以讓你把重要的票卡收納起來 為了幫助你對抗現在一直下雨的天氣 還出了超級好用的大雨傘 更推出整天房間Seed的氣氛地墊 以及自由與正義鋼彈的滑鼠墊 非常的有科技感 個人是覺得在這個墊子上面做模型會更有感覺 那說到FX Creations 不得不提的就是各式側背包、腰包以及減壓背包 側背包在短程出門十分好用 不會影響你的活動 但如果你要出遠門 或者今天有很多東西要帶 那最推薦的還是自由鋼彈的減壓後背包 裡面除了空間超大以外 獨家專利的AGS PROV 懸浮減壓背墊設計 讓你走路不會感到背包重量 體驗真正的自由 FX Creations在結合機體設計跟實用性上 真的是寶刀未老 並非隨便把一個圖案印上去就直接出產品 而是非常認真的用設計語言 對待這兩台主角機體 配合這次電影版上映 出門背我們SEED的周邊 把你的自由跟正義帶出門 那是真的拉瘋到不行 帶著Gundam SEED與FX Creations合作聯名商品 把你的本命機體大方的秀出來吧 購買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跟置頂連結 希望大家都能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周邊 那回到影片正題 電影中機體的幾個爆料 突然間就在網路上出現了 注意這是爆料暫時聽聽就好 但我還蠻確定有幾個是真的 第一 新正義鋼彈是由真飛鳥駕駛 二 有一個老角色會被刀掉 三 有老角色會換聲優 四 主角團會經歷一次換機體的過程 五 有些老機體最後會回歸 無論是用改造或者新裝備的方式 那這一個爆料原本大家也只是聽說而已 結果爆料釋出的幾天之後 證明了這個人精準到不行 先講一下這次Seed的電影版代工人數非常龐大 交襲走漏這也是可以預見的 首先爆料人現在沒有任何預警 比官方還要早爆出老角色 也就是卡家裡會換聲優的消息 又大大加深了他的準確度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段通通當成我在亂講 那也沒有關係 網路上現在有幾個說法 會有新的自由跟新的正義 這基本上不會錯 自由的新造型跟功能 據說比起攻擊自由鋼彈 更像是自由原版的變體 沒有發光的金色關節 且更接近於戰鬥機 根據大和元老師透露 它是一台可以變形的自由鋼彈 且爆料指出攻擊自由 無限陣影還有命運都會回歸 前兩者的背包會被改造 而命運本體沒有變動 是追加新裝備登場 概念上很像獨角獸全武裝版 命運既然沒有新機體 這就讓人有點意外了 但負責機體設計的大和元老師也說過 會有新的自由跟正義 但他沒有提到命運有後續機 這不是他在賣關子 是真的沒有 大和元老師也有提到 這次也會有其他UC系列的機體 以CE型態復刻 比如說江恩就是他實際點名的機體 其他爆料則是說 還會有更多UC系列機體會登場 也就是說 齊爾骨骼跟雅凱都有機會出現 Seed Freedom劇場版模型 肯定是會鋪天蓋地的出 扭蛋、核丸、HG模型根本出不完 反派機體的資訊則確定是一台非常強大 而且武裝變化很多的機體 是本作的亮點之一 加上反派的新機體 確定會登場的量產機 Seed Freedom初期模型最少會有5款以上 有些老機體甚至會改色重新登場 且福田導演也有親自點名 真飛鳥不僅有很亮眼的表現 也會駕駛意外的機體 爆料也和這個完全是吻合的 誰也想不到正義會變成真飛鳥駕駕駛 但我還是認為這僅僅是前期的事 這是因為阿斯蘭她前面沒有加入戰局 脫離第一線 新的正義才會交給真飛鳥駕駛 她的劇情後半估計會讓大家開回原本的機體 也許連露娜也都會有新的機體 露娜駕駛的脈衝 無論顏色或打法都跟她的形象格格不入 就算沒有給她新的量產機 起碼脈衝也該換個顏色吧 像煙紅攻擊那樣的改動就很不錯 不管怎麼說 飛鳥在本片起碼會有2個大表現的場面 甚至本片第一個有表現的人就會是她 以上就是這次PV1跟PV2的資訊分析 還有一些網絡上的爆料 還有我自己覺得很有可能成真的部分 說實在劇情我已經整個放飛了 當做是要看機器人打架就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你認為這些爆料準確嗎? 還會黑化嗎? 阿珊最後的CP? 或者跟誰呢? 你覺得這次劇長版誰會吃便當? 我超級在意! 你也看過上面這些爆料嗎? 有什麼你對劇長版的推特跟看法 都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喜歡這一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追蹤日紅生活的朋友 也麻煩來看一下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比! 第一次影片見囉